鏡週刊 說阿翔 甘彩烈火 積穩的謝忻 人夫與小三爆發 不淪戀 那 先請教一下聖美 整個情形大致上是怎麼樣 阿翔跟這個謝忻呢 他們都是共同在友台 就是一起是主持人 然後兩個人也認識十年 我個人看這件事情 有些人的婚姻是一開始就有三個人 為什麼呢 因為阿翔跟謝忻在同一家公司認識十年 那他跟他的太太Grace認識十四年 所以這三個人共同的友誼的時間是十年 所以為什麼說Grace就是阿翔的老婆 她是被她的先生跟她的閨蜜背叛 先講這個照片 驚天動地的這張照片 是記者在一個五金行就看到阿翔 然後就跟著她 阿翔就開了車 直接到了一個花店 然後她停在花店門口的時候 謝忻就從花店跑出來 就這麼幾秒鐘 就拍到那個照片 什麼照片呢 是阿翔在車子裡面 她坐在那個駕駛座 然後女生一過來就鋪上去了 而且其實這裡面還有一些細節 因為這個照片一出來 因為大家很驚訝 那阿翔第一時間又出來解釋說 他說因為謝忻不好 他是安慰他 意思說這是友誼之吻 還形容說叫滿滿 滿滿的友誼 第一時間他這樣講 而且還說他跟謝忻之間的友情 不會受到影響 這是他第一次的回應 非常失敗的回應 但是同一大哥 你知道人跟人之間的這個肢體動作 完全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人有沒有情愫 這個親吻啊 他過去親他的時候 這個男人 是把他的手勾在他的肩膀上 有沒有 這個至少我看起來是 已經礙到一種 很炙烈的狀態的吻 而不是友誼之吻 這一看就知道啊 所以如果是沒有 沒有很好的友誼 就手不會伸出來 不會伸出來啊 然後也不會親你這樣 應該是說舌頭 還有根本不會親嘛 即使兩個人是男女知己 也不會有這樣的動作 總之這張照片就證明了 你們是有愛情 親了多久 愛得很瘋狂 根據這個記者形容 其實只是親了一下 可是親完之後 然後前前後也兩分鐘了 為什麼呢 因為親了又難分難捨 然後兩個人又磨蹭了一下 然後男人開車走的時候 這個謝忻看起來是一種 有一種又像暢然 又有意猶未盡 你就可以感覺那 就不是滿滿的友誼啦 好那接下來 因為這事情爆發之後 謝忻就消失了 這段時間他的經濟公司 就不讓他再露面 然後阿翔的第一次的記者會很失敗 因為他就又來了老套 對不起家人 對不起大家 但是我跟他之間就是滿滿的友誼 對 據我知道是明天會再重新開一個記者會 接下來就開始止血了 包括這個謝忻 還自己手寫了一個跟老婆什麼 跟大老婆的道歉啦 就一堆要止血的動作 最新的 最令大家又跌破眼鏡的 是阿翔的老婆回應了 他的回應的這個文章在 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討論 對 所以有沒有可能止血呢 據我們 因為演藝圈就是有一個 這樣的潛規則啦 通常 尤其是眾藝圈的男主持人 他都會沒事 現在看起來他經濟公司 是要挽救阿翔的演藝生命 那女生應該會消失